6月17日 机智医生生活第二季开播 这部电视剧是由过去请回答系列的原班制作团队共同打造 从请回答系列共三季和机智劳房生活 到近期的机智医生生活第一季和第二季 连续六次作品的大受欢迎 展现出幕后的他们都很有潜力 随着作品的大发 他们过往的特别经历也开始被挖掘 我们一起来看看 负责担任机智医生生活的主PD 申元浩导演 对他的名字肯定相当陌生 可是他在韩剧界的名气 几乎可以和综艺界的金牌制作人罗PD相媲美 但是申元浩PD其实不是电视剧PD出身 他一开始刚进电视台的时候 应征的是教育类节目的PD 却被派遣到综艺部担任综艺节目的助理导演 才渐渐体会到综艺好玩的地方 他曾担任过电视剧老小姐日记 综艺明星金钟的导演 后来在2009年制作了 名为男人的资格的综艺节目 受到观众喜爱 成为了站稳脚跟的人气综艺 在许多颁奖典礼上横扫奖项 虽然申元浩PD的作品不多 但几乎每部都是叫好又叫做 也因此加入了明星PD的行列 而担任机智医生生活的李佑听编剧 他其实也不是电视剧作家出身 而是以综艺作家而闻名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和玩什么好呢的知名导演 金泰浩PD一起工作 金泰浩PD当时对李佑听作家的能力极为赞扬 想要聘请他来无限挑战工作 却因为李编转头到其他家电视台而计划泡汤 转头以后认识了当时还是担任助理导演的 罗PD和申元浩PD 之后在综艺两天一夜全盛时期的第一季 与罗PD合作一拍即合 机身成为罗PD的御用编剧 申元浩PD和李佑听编剧 两位都是在综艺圈打出名号 获得认可的头号人物 他俩不顾周围人的阻挠 决定挑战电视剧这一全新的类型 原因如下 申元浩PD李佑听编剧和罗PD 一起转到其他家电视台后 申元浩PD预测了第一部作品可能会失败 既然觉得不会成功 那就尝试挑战其他领域看看 于是说服了李佑听编剧来制作电视剧 《综艺PD》和《综艺编剧》 两人合体制作的电视剧因此诞生了 与市面上现有电视剧的差异点在于 他们两位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制作电视剧 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鲜感 更贴近生活 才会抓住观众进而大受好评 李佑听编剧在电视剧成功以后 也持续作为《综艺花样爷爷》 和《新西游记》系列的编剧《活跃》 近日机制医生生活第二季上线后 收视绿刷新电视台首播记录 由《综艺PD》和《综艺编剧》出身的制作团队 想必一定有某种特别的魔力能掳获观众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